今天可能是因為連假的關係 跟好像沒有那麼多 不過就是大家可以坐前面一點 對啊,可以坐前面一點 這樣比較有什麼 今天起來嗎? 對,今天還滿熱的 我還是問一下 就是有沒有第一次來哲舞的 如果有的話可以舉個手讓我知道 還是有,還是有 那我還是大概講一下 就是哲學心情 就是我們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我們會在這樣子一個空間 在好辦 那我們會去談一些社會議題 或者是社會上 大家會想要關注的事情 也許跟政治有關係 也許就是一些 我們討論過人權 討論過死幾個存費 那也有討論過青年參政 就其實我們哲學星期五討論的議題很廣 那哲學星期五是由一群志工去組成的 像你們在看到這個banner 或者是在後面錄影的 其實都是我們的志工 都是無償參與的 所以這邊有一個 一柱箱 因為我們的哲學星期五每個禮拜五晚上 都會邀請一些講者 那這些講者有些可能是從北部 有些從南部過來台中的 那我們就是 他們沒有拿所謂的演講費 那我們會補貼他們一些交通費 所以如果大家今天零錢帶比較多 覺得很重的話 就可以同一些在裡面這樣子 那今天我們談的是 護理勞工的一些問題 我想問一下在座的朋友 有沒有人是勞工的 就是說你出社會 已經在開始工作了 有的話可以舉個手 讓我知道嗎 有 好 先不要放喔 我繼續問第二個問題 你覺得你的公司 你覺得你的公司老闆 不血汗 人很好 不會超過公司的 你就繼續舉著 讓我知道 欸 有欸 有欸 你是你嗎 那你幫他分享一下 你是做了怎樣的工作 助理的工作 助理的工作 是哪方面的 影片製作 影片製作 很好的公司齁 大家可以跳槽 對 其實 這樣子調查一下 可以發現說 台灣真的是過勞之刀 就是連我自己 其實也是工程師 所以 我也是過勞的代表之一 對 就其實這樣的一個情況 在台灣其實是很常發生的 所以也需要大家去 不斷的去關注這些議題 那 等一下在字界的時候 可能大家 好 我先講一下 哲學心旗舞這樣的一個特色 就是 就是 我們認為 在台下的每一個人 都很重要 才是個哲學心旗舞的主角 所以我們在請講者出來演講 就是出來分享之前 會先讓台下的朋友 就是先做自我介紹 你可以講說 你從哪裡來 為什麼會想來參加這場哲學心旗舞 或者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對於 護理人員的印象是怎樣 對 你對於他們的工作 對於他們的印象是什麼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哲學心旗舞會有這樣的字界 其實 我覺得 在台中 大家都會覺得說 台中人好像就是汙汙的 不會有什麼 對於公共議題 對於社會 好像不會有太多的想法 好像別人說什麼就什麼 所以我們曾經有一個市長 就這樣子當了13年 但是 但是 我覺得在 所謂參與公共議題的時候 自己的意見表達其實很重要 我們應該跳脫一個思維 是說 我們以前都只聽別人說 可是我們很少自己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所以我們會認為 哲學心旗舞 除了講者在台上講之外 我們應該可以 很大方的 表達自己的看法 對 你不一定要認同 講者的 講者說的 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 其實你也可以表達出來 先試著表達自己的想法 你才可以 才可以更深入的去參與這些議題的討論跟參與 那我們就先一開始今天的事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周密林 我是新大附中的學生 然後我會來參加這個活動 是因為我爸也是醫療體系的人 然後其實他就有跟我講一些他們醫院發生的事情 然後我就還蠻有興趣的 謝謝 可以跟大家分享 多分享一點點嗎 你爸有沒有跟你講過他 一些工作上有關於勞工權益的問題 還是 他比較講他 他就問一說什麼 因為我爸是副長的醫生 他會說 他今天 他就說 就有多少男朋友 然後說 今天過一前幾天 然後我綁一個 14歲的女兒 對我胎的話 他就勸勁我說 不要太早 交男朋友之類的 哈哈哈哈 哈哈 還可以做自己的要做 哈哈 哈囉大家好 我是新大附中的徐師媛 那今天是我第二次來哲舞 那今天會想要 呃就是來參加 是因為就是之前 就是在行舞上 都有看到像護理師的 一些工作權力被剝奪啊 工作時數超 就超時非常長 然後希望可以借我這次的分享 更深入的了解 謝謝 嗨 我是東海社會系的黃俊佑 那我先前是 呃 對 對消防員的議題開始 有興趣 然後開始認識到 就他整個在公共照護體系上面的問題 這樣子 那 今天也是 就 就這個想要來了解 就是 護理產業的狀況 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 以前是東海學生 可是我現在畢業了 那我現在當替代理 然後就是 難得回台中一趟 然後 以前對哲舞的印象就很好 然後看到我活動 想說來看一下 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啊 然後也是因為 今天是勞動節嘛 那那邊想去可是 想說 實在是上不了台北 因為台北沒有朋友 台中有多 然後就過來台中 還要參加折舞者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江一貞 然後 我是現在 學哈護理公司的員工 然後我本身是基層 護理產業公會的成員 然後 受 我們的 成員的邀請 後來參加 可以簡單分享一下 如果你們在 醫院啊 你認為有沒有 受過什麼 你覺得很不合理的 待遇 或者是 工作的情況 簡單 對 簡單 多一講 很多啊 會 會 會有 哪些人產生 我幫他補充一下 其實他是我們在中區 當時 幾乎工會 籌備會還沒有成立 接的另一個個案 他是 他是一個洗身室的護士 然後他當時離職 然後被他們 已診所的已申告 然後鎖賠了59萬這樣子 對 那你有沒有講一下 大概的過程這樣子 大概的過程喔 就是我在那個診所工作 然後其實他是可以洗診所 然後在前陣子也分析我的幫助 就是他用了很多過期的東西 在病人 過期的藥在病人身上 然後洗腎病人的一些 然後內滲透的東西 都是壞掉的 然後當我知道的時候 其實我就很想離開那個診所 而且 那一段時間其實診所裡面 發生很多事情 就是我手邊的病人 一個一個死掉了 因為我知道我用了這些東西 然後我害死那些病人 然後我就覺得 我是在診所裡面 做了間接殺人的事情 所以我根本沒辦法 繼續在那個診所裡面工作 然後後來我就在診所裡面 發生死災 我被食肝的病人的掙扎到了 然後當死扎到的時候 我們那個診所的醫生 他不想幫我做任何的處置 他跟我說 你被食肝扎到 你會得食肝 半年後就會得食肝 你幹嘛去追蹤 什麼都不用追蹤 然後我一氣之下真的很不爽 我就去收集了醫院的一些 尾巴的刺激之後 我就跟醫院提離職 離職的時候呢 診所他不讓我離職 因為他怕我離職之後 所以我的處理人員 也跟著離職 所以他就 他就會跟我說 你如果要離職的話 你就是要照合約去走 因為我們護理人員 都會簽工作契約 那工作契約上面 他就開始有相關 這樣上職就跟我說 你要走的話 他要嘛 你就是把你還沒旅行完 契約的錢 全部賠給我 就是59萬多 接近60萬 要不你就是 把你的物理證書 押在我這裡 到你的合約結束 那我幫你去工作 對 然後 後來就是 我們去勞工幾協調 還有成功之後 老闆真的就告我 告我說 我們那女喜歡契約 要說我可以 大概59萬多 我方便問一下 所以現在官司還在打嗎 官司已經打完了 已經打了 而且已經申訴 已經申訴 對 還是會還給你的證 那可以講一下 這個醫院第一個字 是什麼嗎 請問第一個字就好 詞記的詞 欸 不是詞記喔 不是詞記喔 詞插音樂 好 看一下自己上網查 不是詞記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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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上網查的那邊 他寫真詞才助詞 然後大家 結束後可以問他 第二個字少 就是 對 就插什麼音樂 這個我們 回報再問他就好 好 謝謝你 謝謝 來 大家好 我是老姨莎 我是第一次來參加歌 因為我同事介紹的 對 我就想說先來參加一次看看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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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有比較 然後我就想說今天是老奉節 然後硬的節 就是來聽的 最有關的議題 請問問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蕉毛 我是 在台中 也是在服替代役 我服的役役叫做家庭民宿 就是因為嘉賓的關係 所以 就是要 待嘉賓照顧 就是嘉賓家人 然後我有一個阿公 他是就是重度失能的病患 所以就是因为他是重度失能 所以他之前有在就是有送那个疗养院给疗养 所以就是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就是护理的劳动实际 我就还蛮感兴趣的 那之前其实发生一件事情就是 我的老公他在大甲的某个疗养院 就是本来是可以走 然后还OK这样 然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疗养到后来就是 就是变成说要插管 然后人都不能走 然后最后只好就是还转整到台中的家户病房去 那我就会所以我对就是护理的劳动实际很感兴趣 我很想知道就是像如果家属不在医院的状况下 就是护理师是怎么跟病人互动 那可能有时候我们就是家属自己讲话会不会对 对就是医疗患医疗的那个护理人员造成压力 那两者之间要怎么样协调会是比较和平的 可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议题 所以等一下可以请你讲这个分享一下 大家好 叫做硬 然后我也是替大医 然后目前在803台中国军医院服医 谢谢 大家好我是西翔我住台中 我就是非常担心我自己老的时候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应该要关心一下这个议题 这样 对 对 什么好大 大医生 嗯 我是王三月也在台北大学社会社 然后因为我另外一个社团是警察公会队光协会 然后我们这次组织也有和那个基督工会有合作 然后就顺便这样去看一家很幼稚的这些经济 然后因为我老家在很多所以等一下就跟我们去 就这样 我叫阮一所向香港来的 其实如果说这个议题的话 其实两年前我们在香港有一个很大会晤 医生罢工 因为就是员工的问题 政府不愿意加人工 所以其实那时候大概有多一百个医生在一起罢工 但是如果你说是护士或者是物理人员的话 就是他们的待遇比医生更差 但是他们没有 就是不敢出来 所以就是想看看 其实在台湾的状况是不是一样 因为我们常常都说 exploitation的话 就是比较低层的员工的exploitation是比较厉害 但是如果医生可以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物理人员不敢出来 好 那我是姚总理 然后我今天来看一下这个 好 这是 故里 很快 好啦 那因为那个我有参与他们在做这个中区劳动的这个交流的平台 然后因为我们实在今天五一劳动节看到说各个不同的 在不同的职业上面的人 有不同的面临不同的那个劳动权利的问题 那当然我觉得说护理师的劳动权利的问题是很重要的需要被看到 然后但是其实今天我们也知道说 整个台湾的最大问题是劳工没有意识到自己阶级上所存在的处置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在现场我们不管是学生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工作你要意识到说你就算学生以后出去工作甚至你现在在学生你可能在学校当助理 你就是一个劳工 然后可是我们都把劳工这个名词给标签化或把特定的把标签或把它给过度的什么讲的 去刻意避免它所以比如说我们很多同学你可能会出去外面那个什么 度假打工去澳洲还是去哪里 然后人家说你是台劳你就说我们不是台劳 那你明明就是去打工怎么会不是台劳 所以我们就很刻意去避免要劳工的那字眼 那我觉得可能今天不只要看见护理师的劳动处境问题 因为他说整体的今天不管我们站在什么样职业位置上面 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劳动的处境是什么 然后去意识到说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 劳动者要怎么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人权的部分 刚刚总理有讲到说学生的部分 我想问一下这边有没有研究生 有人话可以举个手吗 也有对不对 那你觉得自己是劳工吗 是 你们学校有那个学生工会吗 有人在提议 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议题 我不花太多时间 不过在所谓的学术里面 其实所谓的研究生 他是在做最底层 就是最基础的一些学术的产出 那有这样的产出 其实他也是一种劳工的身份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学校也在筹筑这样的学生工会 如果这边有学生或者说未来你有兴趣想要去考研究所 我其实可以关注这方面的议题 大家好 我叫韦子春 然后我今天会来 主要是因为我爷爷他大约是两年前受伤 所以我们家请了一个越南籍的看护在照顾他 然后我之前在台北工作现在回来台中 然后之前只是觉得就这样照顾 可是现在从来到家中之后看到 因为我爷爷他就是已经算是失智了 然后行动也不方便 但我很想要了解说 我们家里这个阿姨他在照顾我爷爷 他的心情 然后还有说以及说家属要怎么样去面对 给他鼓励或者是说怎么样子 我们家属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让他是舒适一点的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玉婷 那就是因为有 身边其实有就是很多亲戚朋友 都是从事护理的这个工作 一些长辈 然后最近也认识了一些朋友 也是从事护理的工作这样子 然后听在之前跟他的聊天过程中 就是有发现到 其实他们在护理的这个产业里面 就是不管是哪一间医院里面 都是有存在这个血汗的这个问题存在这样子 所以就是想要过来听听说 今天讲的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这样子 然后我想要工商服务一下 就是我本身是老婆前面的志工 那我们现在正在推动那个公投法第二阶段的连署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等一下就可以就是找我填个连署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其实也同时有在招募志工 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就是跟我就是来多了解一下这样 或是上网搜寻 老婆前进的粉丝页 我们上面都会有一些资讯存在这样子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米妮 因为对这个兴趣的朋友 就是有很多感想 所以想要来这边听听看大家的想法 嗯 我觉得不管哪一种基层人员哪些事都会嫌恨的一面 可是 做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 应该要像那位痛心不留意一样 就是勇敢的去生疏 就是正义的 我还是会被正义所看到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姓荣 我也是哲乳志工 然后 熟悉我的伙伴们应该知道我本身是医师出身 那所以 对医院这个环境的工作上的一些状况 我可能有比一般人多一些的了解 那 呃 不过我想说 其实 呃 所谓劳动方面的这些问题 所谓血汗的问题 可能是存在各行各业中 就像刚刚开场主持人讲到的 那 那 呃 医护这些工作人员 他们可能 呃 其实也是整个社会 这方面问题的一个缩影 只是说牵涉到 因为他们的工作牵涉到是病患的生命跟健康 所以可能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 那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议题 谢谢 呃 我叫李怡婷 然后我现在是中三一大医学系二年级的学生 然后 因为未来自己会就是 就是 调进这个血汗劳动的 李怡婷 但比较讽刺的是 医师好像目前还并没有被纳入在 老金老婆这样子中 对那 呃 因为我会想来听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现在自己 就是 老中正在属于一种 就是冲撞的状态 是因为 本身我自己的父亲 他也是医生 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在五十几岁这一辈的 就是我们老一辈的 在他们的思想里头会认为 我们现在在探调这些 比如说血汗的过程 或是比如说住院医师 就是那种疑心 劳工险害劳工这过程 是对于这个职业这个领域的一种磨练 所以他认为就是人人都是这样子过来的 包括我们学校一些老师或甚至是交互理的老师 也是 他们一旦到这个年龄 或是换成他有一定的机会去就是发表 呃在这个领域里面的时候 但他的想法已经不是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样 而且现在的医疗环境已经真的好像不比以前了 对所以就是面临更多 比如说一直被告啊之类的 不过我觉得 呃不知道哪样讲者会不会分享到 就是就我知道护理就是血汗 劳工的状态非常严重 那我爸是有跟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 是健保制度的关系 就是健保现在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健保是以年数来就是 就是补助你这个医院就是 比如说你这个case 他会补你多少点数 但是这些 呃他比如说他有 技材的消耗的点数 或是你医师就是出的点数之类的 但是这些项目当中并没有 护理师的这一项目 所以说护理师的薪水 都是从其他项的 就是点数里面 医院把它扣下来之后 纳入在护理师薪水当中 所以身为就是 就是资方 就是医院那一方面 他就会就是能尽量 就是压抑成本 他就压抑 因为他并没有这个项目可以去申请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其实 护理师会会有一种方式 就是去把去争取 就是护理师的这个 也纳入在点数的项目 这种这样子就可以比较 因为有时候不一定是医院他想怎么说 因为其实各种各样的老板 就是希望压抑成本 那会不理是会那么严重的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原理之一 那希望就是不知道等一下 讲得我会分享到这一块 谢谢 大家好我是杨洁瑜 然后来自中山医学大学 迷车系大一 那之后也是希望能进医院服务 那其实 从开始关心护理 这个过劳的 议题是大概就是从之前 电视跟网路上知道 那其实装馆是该有点像 就是我也是在之前上课的时候 听学校的老师说 其实他们对过劳 又有另外一种看法 那 可是我一直相信就是 如果我们有个更好的 就是护理医疗环境 那其实我们可以让更多的电话 得到更好的服务跟照顾 那其实希望今天能 得到更多的了解 谢谢 对 他们在问说 你们老师的想法是什么 不是跟他有点像 就是像老师会跟我们说 就是你要投入这个 护理的工作这个职场 那你本身就要具备 就是护理的特质 就是可能就是 不用 你 你要有心理准备 你还要牺牲奉献 对你想要投入的时候 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然后就是不用去埋怨你 其实我一直觉得那种 以前我们可以 为什么你们不行的 这种想法很奇怪 那以前是专务取火 我问为什么现在用瓦斯 专务取火出来的东西也很好吃啊 那么辛苦取出来的东西不是更美味吗 我一直觉得如果一直没有一些进步的思维的话 那整个社会就是停留在这样子的很糟糕的情况 大家好我叫谭林 我本身也是一位护理人员 那我原本以为今天会有很多护士来参与这个活动 就没想到反而不多 但是还是很高兴就是有非护理人员想要参与一下我们这样子的活动 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其实我希望可以让很多人慢慢的去重视到护理人员的辛苦在哪里 那因为我觉得大家会觉得血汗医院是大家怎样去评断呢 比如说你信资不够或是你福利不够就代表说这些音乐不好 或是这个老板不好 那这是怎样去评断说何谓叫血汗医院或是血汗工作 对各个各的工作都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那其实我还蛮期待等一下讨论一个议题跟他会演讲的内容 因为我觉得同位会员我应该会很感同身受 等一下会演讲题 那我也希望说待会也就是听完演讲之后我会有更多的想法 大家好我是扯翰 其实我觉得台湾应该每个职业都有都应该成立功课 可是声速的管道确实都是有限的 因为声速不畅通的话基本上都好像只是小朋友在吵到上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中文也觉得他自己很闷 所以他都已经觉得很闷我都不知道这个下面要怎么管控 我们要报 谢谢 大家好我是雪芳 那我是高三的学生 然后我之前有想过要念护理系 然后我是想要报公费生 因为现在政府是每年两百名的公费生 对但是被吉利阻止了 对然后又加上前阵子有家人的癌症 然后我在医院里面照顾家人的时候 我有注意到护理人员他们真的是每天都超时工作 所以想要来了解一下护理人员他们内心的想法 谢谢 这边还有一位新来的朋友 大家好 我姓林 我叫林树和 那我也很注重劳工 那我现在在警察 警察 劳工推动协会 然后希望能够 警察的劳工也会被证实 劳工 劳工选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叫徐小律 那 因为我是做这个算是学STS 科技社会 那医疗议题是一个还蛮重要的意义 那除了就是护士可能血汗之外 其实还包括那个劳工 其实感觉上医生是一个技术 但是他会选求最好的医疗策略 就是现在目前来讲 恐怕整个体制里面 没有办法做自己选择 因为可能有些东西就是 有健保体育上 有健保体育上 有健保体育 然后整个自由度 就是医疗策略 进行的自由度来讲 是非常的泄疏 那这长远来讲 其实对整个国民健康 是一个很无畏的浪费 它是一个很大的浪费 我是一直对这身体的欺缺的时候 来提提看 谢谢 大家好,我是邵辰 家族附近 谢谢 谢谢 好,还有朋友没有 直接的 各位好,我是哲武的志工 然后我弟弟的工作呢 就我的看法是 他是一个广义的护理人员 我是这样子认定的 那常常听他抱怨一些 就是 会去讲到一些 就是工作上的事情 然后就是 医院里面 为了要降低成本 然后 就是人力很不足的状况底下 就是 那种 其实是一种 处在一种剥削的 剥削这群护理人 人员的一种状况 然后可是 我从他上面 我从他中文的抱怨当中 我解读到就是 他就是抱怨 然后他们不会有行动 他们也 没有想到说 可能有什么行动 但我觉得 这是存在在 劳动阶层 普遍的一种状况 就是 觉得 那种 我的工作 我 给我这个工作的资方 掌握了我的工作的 那种生死状态 如果 我丢了这个工作 我可能就失业了 所以 他很多属于权利的东西 不敢去争取 这普遍存在的一种状况 甚至 就是主工会这件事情 也 没有在大家 很多 很多劳动的 这些 人员的 脑袋 的脑子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甚至有主工会 有人提护主工会的时候 可能 可能 得到的 详细也不多 那今天 很想来庆听就是 你们这些 护理 护理朋友 护理界的朋友 然后 谈谈他们的工作上面的状况 谢谢 大家好 我是Hannah 我身边有 蛮多跟我 差不多年纪 但是已经从护理界 逃跑的 朋友 对 我其实蛮想知道 刚刚他们提到的健保点数 或者是医院评件 甚至是 现在看起来好像抬头的 病人意识 不论它是什么样的意思 就是 对于护理师的 脑洞加重 这件事情 有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我之前曾经看过 有一个 网友在PT上面发言 他是一个现役护理师 然后他就 他就讲了非常多 他们现在 过劳的情形 可是他最后的结局是 请大家帮帮我 对 我觉得这件事 后来就是很多下面的网友回复 就是 反而反过来攻击他 我觉得还蛮妙的 因为他说 你们护理师 为什么不自己站出来 然后他在下面回应他就说 你的病关天 他真的不敢 因为他觉得如果站出来 那些病人可能 就会因为这样而死亡 或是有一些 不可回复的 状况 所以他们只能求外援 那所以其实我也想知道 我们在体制之外的人 可以帮他们知道什么 或者是体制内的人 到底有什么样子的管道 可以去健全他们的权利 这样子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中兴大学的学生 然后 其实我对台湾的医疗问题 也是觉得 非常的游行 因为其实看到蛮多 像是纪录片 或者是新闻观点 就是对于医师 或者是故事 或者是药品之类 很多好像都是在健保之后 会产生的一些问题 那今天才能够来参加哲学生育 我觉得很开心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哲学生育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